第1218集 百步逐电提升到极致 他隐约之间看到林觉龙的身体出现一道裂痕 无尽魔气涌出 然后极致的力量形成了一道苍老的黑袍虚影 黑袍虚影看不清脸庞只有漆黑 他凝视着林觉龙道 那一日你来到魂殿 本尊说过 本尊要交换你的全部秘密 然而你一直留了一手 你认为本尊的身份看不穿你的心思吗 愚蠢 你的肉身虽然是实验体 甚至拥有了吞噬的秘法 但是你有弱点 很大的弱点 本尊只有将那个秘密全部拥有 才有机会改掉这个弱点 才能让魂殿 惩罢零武大陆 林觉龙眼眸尽是惊恐 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了 他知道自己从此以后就会失去一切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怒视着远处急速退离的夜尘 嘶吼道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只要那小子死 黑袍虚影笑了 他的目光突然射向夜尘 极致的阴冷 哦 一个半步河道的家伙 就当他是河道吧 这种蝼蚁竟然让你如此畏惧 既然我们签订了契约 我就帮你抹去吧 雨落 黑袍虚影手臂一摆 无尽的黑气形成一只魔剑 魔剑破开虚空 带着撕裂天地的力量 直接出现在夜尘身前 夜尘一正不再犹豫 六条道之力不朽 神体耕筋之气 法则之力 一切的一切全部汇聚 形成一道金色盾牌 然而魔剑触碰到盾牌 盾牌竟然直接碎裂 这力量太强了 对方不光是封门境界 还不是一般的封门境 他怎么阻挡啊 盾影撕裂 魔剑穿透一切 就在要来到夜尘身前的时候 一道道虚影出现在了夜尘周身 逍遥神军 诛灭神军 九五神军 乃至三位金佛 还有玉兽灵神 七人之力 全部汇聚在夜尘身上 竟然在夜尘身前 形成一道无比巨大的盾墙 魔剑当场被撕裂 七人的身影黯淡了几分 他们只不过是神念 力量已经残缺 即将化为虚影 纵然夜尘曾经 为三位金佛 重塑肉身 但是金佛之身 也承受不住 封门强者的一击呀 夜尘一直不忍动用 现在 这七人竟然不惜 一切代价保下自己 这七人 值得他感恩一生 那黑袍虚影 自信的表情 突然凝固 他心中掀起了 惊涛海浪 这小子身上 为何多了这么多道 不同的气息 而且我的一击 竟然被撕裂了 怎么可能 林觉龙等人 自然看不见夜尘 轮回目的的大能 他见夜尘没死 怒声道 这就是你的力量 黑袍虚影 仿佛受到了屈辱 冷哼一声 一巴掌将林觉龙掀飞 本尊做事 不需要你议论 而后 死死盯着夜尘 虽然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破坏了我的力量 但是你还是要死 在封门一击面前 你太渺小了 黑袍虚影手中 突然凝聚出 一柄魔剑 魔剑一出 周围的力量 竟然隐隐崩塌 在场每一个天才 都齐齐吐出一口鲜血 他们承受不住 突然 魔剑挣脱 黑袍虚影的手 飞了出去 刹那间成为千丈 又宛如来自地狱的恶魔 向着夜尘狠狠吞噬而去 七位大能的盾强 在千丈魔剑的撞击之下 竟然碎裂了几分 而七位大能的脸色大变 如果全盛时期 或是有机会 但是他们的力量 早就消失殆尽 徒儿 我们抵挡不了许久 不管这一击的结果如何 你一定要活下去 我们实力已经不够了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后悔 收你为徒 甚至 我们最大的庆幸 就是遇见你 徒儿 不要悲伤 消失的只不过是神念而已 我们的本体没有消亡 我们还会见面 我们期待 和你见面的一天 我希望见面之时 你已经成为 灵武大陆的巅峰 还有 一定要小心魂殿 这个风门强者气息古怪 魂殿 在灵武大陆 绝对是个威胁 记住 你永远是我们的希望 活下去 刹那间 三道金佛身躯碎裂 诸灭神君 九五神君 乃至逍遥神君 彻底消散 夜尘眼眸尽是雾气 他死死的盯着那黑袍虚影 不管对方什么身份 他夜尘 要和魂殿不死不休 眼前 唯有 玉兽灵神 还在苦苦支撑 他的身影 极度暗淡 他看向恶魔之眼 想要沟通 现在 能救他的 只有恶魔之眼了 然而 他却发现 恶魔之眼 在沉睡 毕竟恶魔之眼 不久前 控制了夜尘的身体 远处的黑袍虚影 冷冷一笑 这个蝼蚁 让本尊很意外 能在本尊手上 支撑的星翘镜 都没有几个 而一个半步河道 居然支撑到现在 说实话 如果本尊不杀他 本尊都感觉到了威胁 他该死 林居龙 你且看好 现在他要死了 魂灭苍生 碎 夜尘身前 最后的阻挡 彻底碎裂 玉兽灵神的虚影 也被震飞 极度暗淡 魔剑宛如划破时空的剑 刺向夜尘的身体 剑肩已经触碰 一丝鲜血溢出 夜尘感受到刺痛 眼眸猙獰 他伸出手去阻挡 却发现是徒劳 太强了 就在黑袍虚影和林居龙认定夜尘要死的时候 一道慵懒的声音缓缓落下 虽然我没有接受这小子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可以动的 刹那间 轮回目的一块墓碑震动 光芒四射 而后天地之间充斥着一道荒凉之意 万千尘土卷动 仿佛形成了一个怪圈 将所有天才的视线遮蔽 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了夜尘 黑袍虚影乃至林爵龙三人 黑袍虚影的表情再次凝固 一种不祥预感席卷全身 而后他发现 那个僵死小子的身前 竟然站着一个无比肖色的身影 身影双手复利 嘴里叼着一根杂草 它的背后竟然有了一个剑侠 古老而又神秘的剑侠 那身影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扫了一眼即将刺入夜尘身躯的千丈魔剑 摇摇头 什么垃圾玩意儿 此话一出 夜尘差点一口鲜血吐出 这剑依 祈祷神念之力都挡不住 怎么在这人嘴里变成垃圾了 夜尘知道此人的来历 正是那座可以引动墓碑的轮回大能 新的大能 在最关键时刻终于出手了 黑袍虚影听到这淡然的声音 彻底震怒 魔气爆发 千丈剑依的力量加大一倍 我不管你是谁 等这小子死后 我就送你上路 剑侠男子听到这句话 突然抬起头冰冷的眼眸一扫 吐掉了嘴里的那根杂草 而那杂草竟直接化为了一柄断剑 断剑之意宛如凶兽狂暴狠狠杂响的千丈魔剑 灭 剑侠男子就说了一个字 世界寂静 那千丈魔剑竟然在急速崩溃 彻底泯灭 黑袍虚影震住了 一股极致的威胁笼罩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的剑侠 一把抓住邻居龙 直接向着远处顿去 黑袍虚影竟然第一反应是逃跑 只因为剑侠男子的一个字 夜晨完全不淡定了 这位大能到底是什么实力 封门径都要畏惧 这也太可怕了吧 夜晨深知不能让邻居龙离开 连忙催促道 快留下那两个家伙 然而剑侠男子不为所动 我不想多动手 因为每动一次手 我就虚弱几分 不过那黑袍虚影的气息 让我不悦 既然如此 也该让他为降临此地 付出一些代价 雨落剑侠男子眸子一冷 手指掐绝 剑侠竟然直接飞出一道 撕裂虚空的白光 刹那之间 降临在黑袍虚影身后 黑袍虚影感知到危险 想躲闪根本来不及 白光彻底穿透 黑袍虚影暗淡了几分 瞳孔极度收缩 最终还是消失在了万丈尘土的边界 看到这一幕夜晨轻咬嘴唇 林爵龙虽然被他废了 而且打入了封印 无法吸收能量 但还是威胁 他必须死 还有 魂殿的那道黑袍虚影 不死不休 剑侠男子看了一眼夜晨 伸了个懒腰 淡淡道 你真以为 我能杀了那两个家伙 我本体实力固然强大 但是现在只不过是一部分力量而已 况且我的力量宝贵 我不想滥用 既然觉醒 我也该完成一些本体没有做完的事情 好了 就此别过 雨落见下男子消失了 显然回到了轮回目的之中 夜晨常叹一声 感知到轮回目的的玉兽灵神 这是除了剑侠青年 还存在的大能神念 只不过有些透明 估计一天时间内必然消散 我没事 你先调整一下 玉兽灵神虚弱道 夜晨点点头 突然扫到了一个主物袋 应该是邻觉龙留下的 他直接收入 并且查看了一下身体 有些狼狈 从硬扛邻觉龙一击开始 夜晨就在和死神博弈 这其中若是稍有差池 死的都会是他 邻觉龙的一击 比他曾经在秘境之中 对敌的那个血族少主 还要更加强大 即使以他的体制 配合人亡护佑 不朽身体 也才堪堪抵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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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